这几天我一直在呼伦贝尔的海拉尔市 已经连着下了三天的雨 好不容易今天下午稍微渐气一点 但是天空依然还是雾雾一步 只不过是就这一小会儿有太阳 我决定要出来走一走了 20号的机票要飞往十分 参加一个骑行活动 我要跟逗逗去参加一个骑行活动 一个我非常期待的活动 但是这几天我必须待在海拉尔 等那个时间到来 我跟大家都说过 我在海拉尔待了两年的时间 但是我待的这两年 没有这么多雨 已经连着下了三天的雨 我已经两天没出门了 我今天出来我要去看我一个同学 在海拉尔我有一个 从小跟我光屁股玩大的塑料姐妹哦 她是一个我特别特别好的同学 我们俩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在一起玩了 所以我来海拉尔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她在这里 但是后来我失言了 我先撤了 回到了包头 我再回来的时候 我怎么说呢 她是我第一个要见的人 我已经跟她见过两面了 但是我今天要去她工作的地方 去看看她 去看看她创业的那个环境 她是 自己在这边创业 非常辛苦 我今天去看一看她那个环境 看看我们创业者都有多不容易 她每天早上洗的很早 回去的也很晚 所以的话我们俩见面基本上都是吃的饭 就没有什么太过交流 我今天要去她 去那个地方抓她去 这个大雨过后啊 空气老好了 要不然说乌鲁贝尔的空气怎么能卖那么贵的价钱呢 我真的现在特别有没有理解这个问题 哎呀 真的也太清楚了 我得多吸一点 对我的生息 现在来了我塑料姐妹这个工作的地方 乌鲁贝尔学院 她叫朱大 这里的学生还是蛮多的 然后我在门口感受了一把上学时的感觉 买了一瓶小黄帽 呃 我现在要去她所带的地方找她去 从就是重新再进入校园的这种感觉 真的好美啊 哎呀离开校园这么多年以后 进来以后怎么说呢 还是能感觉到校园真的是一个很亲近的地方 就是向往这美好的一个地方 存景 存景 再加上那种蓝天白鱼绿草地的地方 这在校园就写得可外存景 我大学就冒了我上学时的样子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有点 上大学的小朋友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就是在这里 她就是在这里 特别辛苦 就在包点一个 嗯 档口 就是祈祷她的东西辛苦 哇真的好大 这是二楼没有 一楼还是三楼 我要在这里找到她 我没有告诉她的 我偷偷的偷袭她 她太忙了 有时间 去接我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 不能打了她 大馅水饺 我偷吃她成功 然后 我的塑料姐妹 没有了我 我都是平 我要 我要 我要讲一下我们创业者到底有多难 特别是我的塑料姐妹姐 这是这一小块地方 然后在这个大学城里面 住了这一小块地方 然后他们两口就在这卖水饺 每天早上几点来 五点半起 六点 你晚上几点 十点左右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十二小时还多 我挺心疼她的 但是她就是不瘦 你说咋这么累的活干啥 就是不瘦呢 这是个问题 但是 但是 花特别黑 但是她 重干了这一块以后 我见她才变得特别白 她说 我问她为啥 她说她天天在这个锅上挣 这一句话 我的妈呀 我都咽了好多 泪水在嘴里 太吐鼻 她觉得我很假 其实我很正义 哎 这到头一年多少钱 一年几年都要吃 五万 啊这是要去送吗 有人来打包 她这个还在送外卖 送外卖也是她自己送的 她刚刚的老公两人 骑电动车送 学校里还蛮大的 我刚刚也看到 所以送外卖 基本上就一个人送外卖一个人 就得在这顶着 你看她这个地方很帅 这么大一个地方是两个家 刷散其中的这一个个组 所以故人的话也不好弄 因为站不开 一小就一个人 其实我还是挺心疼我姐们 为了创业 真的是很难呢 为了挣这点钱 但我姐们就不收我摇 我就闹出去 咋回事 这么多 你看我从学校旁边买的小黄帽 还挺好看 去吃饭 饺子也卖饭是吧 一块多少钱 哦哦十二 哦 这买也很多 同店卖的好多 主妒咋 哇 十多种饺子 饺子卖十二块钱 哦 悄悄问一下 一个月大概能挣个几万吗 你一个月大概能挣个几万吗 悄悄的痛吗 那可以 但是还有费用 费用也蛮高的 这个学校它只有放假期 你除去费用的话 要帮它除去放假 你放假你还是付着一部分的房东费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你租下这个地方 它是有放假期的 我们都放假以后 我们不能再做了 太遥报了 太辛苦了 早上五点半起 六点到这 晚上十点餐都关门回家 没日没夜 星期天更好 只有放假的时候 它可能能休息一下 一个月能挣个几万块钱 两个人 一年能从这几万块钱 嗯 年底能换车了 不能打扰它太多 因为它这个点 它非常忙 马上就要上人了 我呢来进点吃的 我也想吃一下校园的食物 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吧 到了这个该创业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难 一定不是大学校园的孩子了 很多时候 成大学校园的家庭 大部分人都是上游老下游小的这样子 所以它并且创业很紧正 但是一旦开始了 真的是要拼命 嗯 嗯 其实真的蛮心疼的 我真的很心疼它 它是我 真的是光拼 一些长大的一个 朋友 一个送到前面 我们俩很小很小留在一起了 现在就相隔两千多公里 我们一年可能最多见两面吧 嗯 嗯 希望它 挣大钱 拿好车 买大房子 下次我来的时候 它能带上我 好优优优独播 嗯 谢谢大家对创业这个观众 谢谢大家对我 支持 感谢 直接帮我 一直在帮我 背后 这个支持 才让我有一颗 能坚持下去的心